今天要跟大家談的又是另外一個 分類跟估計的什麼 決策術 Decirium Tree 決策術 還記得第一堂課 老師呼嚨大家的是什麼 老師呼嚨大家的是一個智慧型手機 還記得老師 現在不應該打給他 應該打給梁老師 不要打給馬英九 打電話到馬英九 行動電話 大家想看他在做哪件事情 他在做我第一個 打電話到哪裡 有很多個人 也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小馬馬英九在這裡 那馬英九以後他又有什麼 住宅 辦公室 行動電話 這幾個 或者住宅 馬英九可能又有很多個住宅 一直下去 所以這樣子的結果是一個什麼 這樣子的結果是不是一個決策術 所以他從這個決策術這樣子下來 然後去做一個判斷跟決策 這是一個決策術 這是一個決策術 這個其實我們 小時候我們就在玩 不曉得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我給大家看一個遊戲 我們來看這個遊戲 這遊戲 決定如果你是一隻猴子 大家看我們這個 如果你是一隻猴子 決策術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隻猴子 然後他問你一些問題 他就知道你這隻猴子的個性 其實這是一個心理學的測驗 你個性屬於哪一類型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他問你幾題就可以知道 你個性屬於哪個個 哪一類型 懂這意思吧 好 所以 你看 比如說我問第一題問題 第一題問題是 眼前有一串香蕉 假如你是猴子 你現在假設你是猴子 有一串香蕉和一本 種香蕉輕鬆上手的書 這兩個選擇你會選擇什麼 你是猴子的話 可能選一串香蕉對不對 你想說我要怎麼再種香蕉 所以我直接先選一串香蕉就好了 好 一串香蕉以後 今天下午有堂香蕉學必修課 但朋友約你 去 之前一直想去逛我的一家店 你會什麼 乖乖上課 以免被當 我立刻收拾書包 準備落跑 你會選什麼 落跑 好OK 你準備落跑 我們講準備落跑 準備落跑以後 第四個問題就出現了 他會跳 最近迷上了 熱門的偶像劇 猴子的誘惑 如果讓你主演 你會主演什麼 大仿 反派 還是什麼 正義使者 因為 你說 正義使者 正義使者 最近領養了一個可愛的寵物 你通常會怎麼樣 寵物打敗得漂漂亮亮 或將寵物藏在家裡面 假設打敗得漂漂亮亮 你是第一類型 第一類型是什麼 時尚型的浪漫猴 那我們再來看 這就是一個 當然 我們講 再回到最前面 一樣 剛剛是 這樣子過來 我們一直到I 我這樣子講的 大家看 我們剛剛是這樣子下來 我一直到I 是這樣子下來的 所以 依照這樣子選擇不同的 你可能 就會不同的 所以大家想想看 星座雪形 是不是 都是這樣子玩的 類似像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決策術可以把一個人的什麼 不論心思想法看法加以分類 然後會得到一個 你屬於最接近哪一類型 好 我們剛才講的 一串香蕉 比如講這樣子 剛才講的一串香蕉 然後 避免被盪 避免被盪 就是你一樣 然後避免被盪 以後 猴子剪了新的髮型 看起來很怪 你會怎麼樣告訴他 裝作沒看到 在大碗面前大笑 比如講專作沒看到 那接下來就只有 兩題啦 猴子大王在 餐櫃中放了屁 只有你知道大王 放屁 那你可能會什麼 單單下來 或執政大王 執政大王 可能被宰 天真行 所以 類似像這樣子的情形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決策術 你根本就不必問到12題 那很多問幾題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Pattern 這是我們經常玩的決策術的問題 我們從小就在玩 但這決策術有效沒效 還有這決策術 準不準 這都是個問題 好 所以 這個我也給大家啦 所以這個整個 Pattern 基本上就像血型 就像星座一樣 好 所以 我們 今天要跟大家談的一個 很好玩的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從分類 跟決策術開始 那這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另外旅程碑 因為決策術現在 很紅 因為後面還有決策術 隨機森林 隨機森林就是 樹 一棵樹 決策術就是一棵樹 很多樹就叫什麼 森林 隨機森林就是很多樹 就叫隨機森林 當然我們這邊可能沒辦法教大家隨機森林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 下一期老師會教大家隨機森林 有更多的分析方法 決策術 Decision Tree 就類似像剛才講的這個決策術 我們可以找出這個Pattern 假設你上這個網站 20個問題 你心裡想一個東西 他問你 Dawnet 你去上這個網站 他大概問你20個問題以內 他就可以猜你心裡想什麼 比如說心裡想一個大象 他問你一些題目 他就可以猜到你心裡想的是什麼東西 很好玩 所以大家想 其實不論策劃或以後的這種人工智慧越來越可能 用決策書去看這些東西 好 比如講說你心裡想 一個大象 想像一個目標 然後用人工智慧的程式 他可以 他可以找到你想要什麼東西 心裡想是大象 所以他問你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是動物 蔬菜 天然資源 還是什麼 那你說這個是動物 第一個是動物 好 他會被咬人 那你說不會咬人 大象不會咬人 只會踩人 開玩笑 是跟不是 不會 好 否 然後再來 他是不是吃草的動物 第三個問題 你說是 再來呢 他喜歡玩耍嗎 or 或許 有失 或許 那他是否快速奔跑 大象通常 會存疑嗎 好 然後再來呢 你會一直問 問到20個左右 大家看看 20個左右 他猜是毛象 6 7 8 9 這樣子一直問上來 比如講說他有提嗎 他可不可以提 他的高 他是不是很高 他能否跳起來 會不會控制自己 可不可以賣錢 你喜歡他嗎 是不是中色 直接從走 到最後20題他猜一個 毛象很接近 他有危險嗎 沒有 在偏遠地方可不可以使用 可以 然後 最後他猜是 像 很接近 大概23題左右 所以 這個網站 你不要認為他很臭屁 他大概認為 20題左右 我們剛才講 20題左右他就可以猜 猜到你心裡想什麼 看起來就像一個人工智慧 你也不要存疑 將來電腦智慧會越來越高 好 我記得D捷克已經告訴大家 這一部超級電腦 瓦森 已經 已經贏過人類了 這算一支遊戲 瓦森已經贏過人類了 你跟大家 談任何一支遊戲 都贏不過 贏不過電腦 所以電腦的人工智慧會越來越強 我們後面會談 以後 最後一節有 有空的話 跟大家談一些雲端的東西 好 所以 他最後 會猜出來 你可以再重玩 不要忘記再重玩的過程 他已經會知道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他已經記錄了 他已經學習了 你問了這幾集 你問了這幾集 就是一個決策術 就這樣子下來 一直下來 他就可以知道 他屬於像的機會跟機率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記憶了 所以他可以記憶下來 相似的東西 集合在一起 大家看這個資料庫 我假設有這一個人的 這些人的性別年齡 婚姻 家庭人數 他會不會購買RV房車 我有這些 那怎麼看 分類最重要 第一個決策術 剛剛講的 你可以從這些決策術去看他的不同類型 另外一種分類 是我將這些人分成幾群 這也是另外一分類的方法 這個看起來也可以分成幾群 但這幾群是有入 有規則 但是這兩個分類 這個是unsupervised 這個是supervised 這是unsupervised 非監督師 這個是監督師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分類知道怎麼走 這個分類 並沒有什麼 知道怎麼走 他就是分成一群一群 這我也會告訴大家 這叫cluster 集群 所以 今天開始的 未來兩三個禮拜 我們要教大家的就是 統計跟Data mining 如何教大家分類 如何選頭刀 電腦給你 電腦也會選頭刀 選好的橘子 好的水果 就是分類 電腦可以幫你做好的分類 好 所以 分類 就是物以類聚 Burtle of fellow frogs Together 物以類聚 我將屬性相同的特徵相同的聚集在一起 物以類聚的觀點 好 那我就可以做預測 推估 一樣 所以第一個 決策術是supervised 我們剛才講supervised 監督室的學習 決策術 那這種又有現在一個名稱叫做機器學習法 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機器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M有個方法 machine learning 又有一種方法 解釋 統計的不認為是machine learning 叫statistic learning 統計學習 統計學習 所以分類的技術有包括什麼大家看囉 大於等於35歲 他會購買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這兩條 分類 決策術 就告訴我們性別 是決定在 性別是男性的話 決定他有沒有婚姻 是決定他買不買車的很重要條件 性別是女性的話 性別是女性的話 他年齡 要大於35歲 他才會買這個 房車 那其他的 他買的機率就比較少 這是標記 分類的標記 那什麼是集群呢 unsupervised 的機器學習方法 cluster 剛剛這個的分類是這樣子分 現在是怎麼樣 我把這些分成幾群 我把這些分成 一群 兩群 三群 四群 這可能是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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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群跟這上面 應該也會有異曲同工 也就是說 不買的 這 不買的 這是一群 這是一群 兩群 但是多群呢 以這來講 多群就不一定 買跟不買 可能還有其他狀況 年齡 老 中 輕 那像這樣子就是一個cluster 一個cluster 所以分類分成兩個 記得 一個是監督室 決策數就是監督室的 你可以將他分 分清楚 這裡的話 你可以 分成多個族群 所以叫做unsupervised 的機器學習方法 分類的技術 所以分類的目的很重要 第一個 我要找 影響 某一個重要變數的因素 到底 買房車 跟哪個因素有關 跟婚姻跟年齡跟性別有關 還是跟什麼有關 買房車跟不買房車 再來呢 了解某一個族群的特徵 買房車的特徵是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個去建立一個分類規則 包括行銷 會買 跟不買 跟不買 的人的市場區隔 銀行的話 我要合卡 我合給他卡 或不合給他卡 銀行 醫療診斷 他有沒有得肝癌 有沒有得sars 有跟沒有 一樣 就像lojistic一樣 那我就可以建立分類 分類的模型 分類很重要的一個陸地去判斷不同的 這些事情 跟lojistic有點類似 沒錯 這個 銀行合卡 yes or no 你可以判斷不同的類型 有沒有患 肝癌 yes or no 或者他是良性 雖然有患肝癌 但是他是 腫瘤啦 良性或惡性 那你也可以去做判斷 所以 分類的程序是什麼 大家看這個程序 分類有不同種 決策處理有不同種 所以第一個建立模型 model building 你要去建立他的一個模型 OK 建立完模型以後 大家看怎麼去建立模型 剛剛已經講過 首先我先用性別 有些人會說為什麼先用性別 我們待會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先用性別 性別 性別可能是最重要的 所以當然 當然放最上面 那為什麼最重要 他一定有他的判別方式 後面會有用 Kite spread來判別 用經理係數來判別 用所謂的 用所謂的那個 Entropy 商來判別 有不同的判別方法 那當然 先假設 性別最重要 性別是男生 那我判斷 他婚姻 有婚姻的話 已婚的話 他會買的機會比較高 剛才講的這條線 這就是模型 女性的話 年齡大於 35歲 他會買的機會也比較大 所以你這裡會看 性別是女性 小於等於35歲 然後他會不會購買房車 不會 那 性別是男生 婚姻未婚 他也不會 所以這兩個是不會的 其他會 所以第一個建立這樣子的模型 modeling 好 第二個 評估模型好跟不好 怎麼評估模型好跟不好 大家看 我建立模型開始訓練這個模型好跟不好 再測試模型 那比如說我把下面這幾個拿來當測試 評估模型 大家看 我在使用模型 好 我們來 做一個試驗 大家看這個 這個很簡單的 RV房車 這幾個是買 大家可以 這幾個是買 這四個是買 你看這四個買的情形是怎麼樣 好 好 那我把這個當作訓練樣本 這個當作Testing 這當作Testing Test 這當作訓練的樣本 訓練樣本 你可以發現 建立模型 婚姻 已婚狀況 家庭所得 而是在高的情況他會購買 婚姻是未婚 大於等於35歲 他會購買 這幾個是這樣子 好 既然是這幾個 我把這幾個帶入這樣子的模型 結果呢 大家看喔 第一個 評估模型 評估模型 怎麼評估 婚姻是未婚 未婚在這裡 他大於等於35歲 照理說他應該買 應該買 但是這個是錯誤的 這就錯誤了 這就錯誤了 你預估評估模型錯誤不好 所以正確 錯誤錯誤正確 只有這一個是正確 錯誤率是66.67% 那很糟齁 這個並不好 那所以 我們先要建議模型 再來評估模型 再來是怎麼樣子 做最後的確定 所以記得喔 這有他的準確性喔 這有他的準確性 不是沒有準確性的 好 所以 要開始修改模型了 修改模型完以後 怎麼去修改 我們要使用模型 他是 男生55歲 已婚 高所得 他會不會買 你判斷他會買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 大家看 三個使用方式 介密模型 是評估模型 然後最後使用這個模型 OK 那這樣子 我們怎麼去做演算的估計 這個的評估 大家仔細看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 Training and Testing 我保留 這裡是Training 那這是Testing Training 然後把模型 帶到這裡面 然後來看看他的證券預測 與否 Course Validation 一樣嘛 我每一個每一個 我保留一個 然後來Test 我保留一個 來Test 保留一個Test Course 每一個每一個 好 不斷的Close 都可以 然後再來速度 我們要看建模的速度 跟預測的速度 現在其實速度越來越快了 現在這個已經不成問題了 以往來講 都是問題 但現在運算的速度越來越快 再來品質 預測的品質好不好 可不可以解釋 可不可以解釋 好我們來看決測數的介紹 決測數的介紹 這沒問題齁 第一個這是跟 跟節點 最重要的 root node root node root node 這中間你到這裡 這個是所謂的 non-leave node 節點 每一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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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 那這個node以後 然後 這個代表branch 這個是branch 這也是branch 這也是branch 一個一個分支 那分支以後 最後一個是 葉的節點 最後到葉 樹葉 樹葉當然是到最後 這也是葉 這也是最後的 這叫葉 leave node 這幾個要清楚 這只是定義 好 樹的形成 這最重要囉 大家仔細看 樹的形成 我這樣子好了啦 切過來 大家仔細 看這個 形成 我們再切過去 大家看樹怎麼形成 這很好玩 決策樹的形成 第一個 購不購買房車 切過來了 對 沒有 沒有切過來 有沒有 有 購不購買房車 這四個人 是有購買的 大家看怎麼做 移過來 年齡 性別 家庭所得 大家看 年齡 大於等於三十五的 會購買房車的有三個 不購買房車的有七個 再來呢 年齡 小於三十五 會購買房車的只有一個 不購買房車的有五個 這個是十分之三 這個是六分之一 對不對 記得 這個是十分之三會購買 這是六分之一會購買 家庭所得 家庭所得 高的 會購買的有一個 小康的 會購買的有兩個 低的家庭所得低的會購買的只有一個 所以這個高的會購買的是三分之一 這個是七分之二 這個是六分之一會購買的 性別 男生 會購買的有七分之三 女生會購買的有九分之一 我問大家 年齡 性別 家庭所得 你哪一個會放第一位 哪一個購買的機率越高 年齡 性別 家庭所得 哪一個會比較高 是不是性別 七分之三 七分之三是比較高的 對不對 應該是七分之三 照百分比 你會認為七分之三 百分比可以做 所以 你們現在先講 這七分之三 真的是比較高 所以性別應該列在第一個 這是我們直覺上面看 但是我們現在有用 Kaiswell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QNAM 在1979 他根據 Chanone的 1949提出的 information theory 這個大家可以記得 這在資管資訊上面 跟我們統計有點不太一樣 他information theory 實際上他是一個 variance的觀念 變異的觀念 記得 資訊理論 資訊理論 他實際上 每一個結果 機率值都有P 所以 他建立一個資訊量 或者叫 Entropy 記得叫 Entropy Entropy很簡單的一個 他就用 Full summation Pi 乘上 Log Pi 用這樣子的觀念 Full summation Pi乘上 Log Pi 然後這個是 I 叫做 Entropy 記得 這叫做 Sung 這個Sung 基本上叫做 variance 其實這個是 Fissure Information Magic 這跟Fissure Information Magic 可是有點類似的 好 Example 大家可以看到 兩個三個的情形 再過來一次 大家看 K等於4的時候 P1是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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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0.25乘上Log 0.25乘4 所以這是2 Information 是2 然後呢 這有4個 一個是0 一個是0.5 一個是0 0.5 然後Information 是1 Information 比較低 Entropy 所以基本上代表一個變異 好 4也一樣 10000 你想想看 這裡有三個0 所以它Information Metric 定義為0 好 知道這個0以後 那我們怎麼定義 Information Game 資訊獲得 那就是剛才講的Information 減掉這個的期望值 剛才前面是Information Game 期望值呢 是這一個 這個東西減掉 這個是機率值 乘上這個Information 機率值 乘上這個Information 這就是期望值 這兩個一減叫做Information 記得好 就叫Information 從這個東西獲得的什麼 變異訊息 就是Entropy 減掉它的期望值 定義啦 你們自己 記得就好 好 那我們來Game Information 大家看 我剛才講這樣子 可能你們會覺得 看不太清楚 我們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 好 大家看 這個是否是否 這裡只有什麼 這只有四個 四個是四 好所以你看 N1等於16 這有16個 只有 4個 會買房車的 所以這個 Information 是 16分之4 乘上LOG 16分之4 剩下是 16分之12 對不對 16分之12 再乘上 16分之12 所以前面取一個負號 所以這是0.8113 0.8113 這個就是Entropy 記得喔 Entropy 好 年齡 假設我只看年齡呢 大家看 來位 我只看年齡呢 年齡 這個是 16分之6 乘上 6個中間有一個會買 16分之10 10個裡面會有3個買 懂這意思吧 剛剛有講的 不要忘了 這裡 這裡 年齡 10個裡面是不是有3個會買 6個裡面是不是有1個會買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會了以後你就知道 這個年齡 年齡的Entropy是什麼 16分之6 I Entropy 6個裡面有1個會買 16分之10 什麼 10個裡面有3個會買 所以他的 期望值是 0.7946 0.8113 0.8113 減掉 0.8113 減掉 0.7946 這個因為年齡得到的 Information Gain 是0.0167 年齡 因為年齡所得到的有效的訊息 是0.0167 以此類推 年齡是0.0167 性別是0.0972 然後再來家庭所得是0.0117 哪一個最重要 是不是性別 是不是性別 所以第一個位置應該擺性別 懂這意思吧 Information Gain 那這跟我們剛剛得到的這裡 第一個應該 是不是性別最重要 我們剛才講是不是性別最重要 7分之3嘛對不對 是不是性別最重要 是不是一樣 觀念是一樣喔 沒問題吧 好 所以在這個來講 Entropy 第一個 他就性別最重要 所以我們第一個 性別 放在第一位 這叫做Information Gain 這叫做Entropy 好 這個方法我們叫做C5.0 或者用Cart C-A-R-T 這樣做 那我們有一個叫Chait C-H-A-I-D 就叫Kai Square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不用Information Gain 這東西不用Information Gain 我用什麼 我用Kai Square來看 可以吧 Kai Square大的 我就把它放在最上面 懂得意思喔 這叫Trade 這方法叫Trade C-H-A-I-D 或者AID 自動檢視法 用Kai Square來做自動檢視法 那C4.0 5.0 就是Information Gain 所以用不同的方法來做 所以第一個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用性別 性別 第一個 沒問題吧 好 性別知道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 男性跟女性 是這樣子 好 那我把男性跟女性 再分開來 男性 大家看 男性這7個裡面 有3個會購買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性別 我們這已經 性別在上面了 性別家庭所得 跟購買房車 還有年齡 已經沒有性 性別不看啦 性別剛剛已經在上面 這都是男性 那我要看看 在男性之下 是年齡重要 還是家庭所得重要 對不對 那你看 一樣 年齡 他的Gain 是0.9852 家庭所得 是0.668 688 所以在男性之下 接下來是年齡重要 還是家庭所得重要 是不是年齡重要 好 所以他就把年齡 弄過來了 年齡重要 以此類推 女性 女性 接下來我們剛才來講 性別沒有啦 家庭所得還是年齡重要 年齡是0.2222 家庭所得是0.5032 所以 女性這方面是家庭所得比較重要 懂這意思嗎 所以決策數就出來了 這個的決策數 就變成這樣子 性別是男性的時候是年齡比較重要下來 年齡大於等於35 他會購買房車 性別是女性的話是家庭所得比較重要 他高所得 他會購買房車 懂這個吧 好所以 這個決策數的 Node的決定方式 先決定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他都有他的依據 id3或c5.0 他是用什麼 是用information game information game 或是entropy entropy 來看 那 這個東西也可以用 chi-square 來看 chi-square 經理係數 經理係數跟 entropy 是類似的 所以你怎麼用這個quiteria來看 他會得到 有時候會得到數不一樣 數會不一樣 好記得 OK 再下來 大家看這個數 大家看這個數 這個數這樣子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分類的規則 這個分類的規則就是我的模型 這分類規則就是我的模型 這個模型就可以燒進我的手機 打電話到哪 打電話到哪 這就是一個電話的決策書 當然這不是用打電話 我想說這樣子我就可以去告訴現場 的業務人員 到底哪些人會買房車 這些規則就告訴他 那他就可以篩選 好這是很簡單的演算方法 好所以 tree建立的過程 很簡單 那 很重要的 我們 以後會遇到很多tree 這也許會再下去 這也許會再下去 這會再下去 再下去 這也會再下去 所以去 遇到的狀況 你是不是要 砍 減速 所以第一個 tree的分割 你要不要做分割 通過地回 好 一直分割下去 切過來 可以那個 自己操作 所以 第一個 你要不要做分割 剛剛講到的這個 tree 你也許分割到這裡就好啦 你要不要切 你要不要分割 所以這地回 第一個要不要分割 或者 一直把它做下去 tree 停止分割 那再來呢 你一直做下去的話 可能會造成overfitting 過度配思 所以需要 減資 需要減 但是記得這句話 Data mining的主要目的是為協助企業追求高利潤 並非最高的精確度 我能找到 一些有問題的資料 或者有問題的客戶 並不一定 你有多大的高精確度 不一定 所以 overfitting要特別注意 你又甚至假象 所以 樹要不要修剪 要 樹一定要修剪 待會 就可以告訴大家 樹怎麼修剪 那樹的修剪很重要有 不同的修剪法 或蓬栽法 蓬栽法就是你把它固定成 一定的形狀 那修剪法就是根據 你的顯著水準 然後來看 一個節點 應該 砍在哪裡 那這是觀念 那 蓬栽法 就是我們盡量限制它的成長 避免它成長太深 那這些都只是觀念 所以 有的演算方法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的 這幾種 演算方法 都跟剛剛講的 Entropy Information Game 跟Entropy Entropy有關 那這個跟Kite Square有關 好 那這個 Rebretion Tree有關 所以 大家看 這個 比較方法 C4.0 5.0 比較方法 其實類似的 它採用boosting 但有些人認為 C5.0比較快 其實 觀念方法都 差不多 好 那 實際上 剛才講的prince 它就是取log 剛才講的這個 只是取log 好 所以又有一個 print prince 的方法 它實際上把game theory 再取log 再取log 其實一樣 亦取同工 亦取同工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一樣 game 它取log 那你還是取它最大 只是這個東西 它取得漏個值 觀念是完全一樣 好所以 Gini index Gini就是剛剛講的兩個之間的比較 Ratio 所以Gini係數是這樣子 Gini係數這兩個 選擇的分割 但Gini是比較少用 這比較少用 那 很常用的另外就是 Cart 記得 這跟統計比較有關 Fradiment Cart 第一個 它用分類 分類就有點 KiSquare這個 然後這個是 Regression 我們學過的 Regression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處理 類別 也可以處理 連續型 連續型跟類別型的資料都可以 所以Cart 是 蠻常用的 然後再來 Trade 剛才講的Trade Trade是 KiSquare Automatic Interaction Detector 所以它是用KiSquare來演 它演練是 Automatic Detector Interaction Detector 那只有這個 記得 只有這個 它的數會自動修剪 自動修數 它會自動修數 只有這一個 因為 我有KiSquare 我就有PValue PValue PValue 就可以看到 顯著與否 它不顯著 它就不會下去 它就不會繼續下去 所以決策數是否繼續分割 不需要做減速 這個是Trade KiSquare的方法 好 所以 我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剛剛來講 這幾個都用 Game Ratio Regression Theory 只有Trade 或者AID 它是用卡方來檢定 不需要修剪 那現在這幾個 尤其這一個 Cart 因為它有 Regression Regression Tree 但是它也用Game Ratio來看 只有Trade 是用KiSquare 它這是不需要修剪 那這幾個它都是用錯誤的預估率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裡是 這裡是實際 這裡是預測 看實際跟預測中間的比例 這是錯誤預估率 好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看 Excel adding 或者 SQL server 上面 它這裡 C5.0有在用 它Cart有在用 Trade就比較少了 那我們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它就會產生這樣子的數 減速是怎麼樣 這個我不要 我只要這裡 或者這個我不要 你可以做不同的減 你只要 這一塊 或你只要這一塊 這是一個決測數的模型 然後決測數它可以告訴你 你這裡的機率跟比例 機率跟比例 很清楚 那它也可以告訴你 比如說買不買 這個人買不買 跟哪些有關 這些跟哪些有關 這是叫做 相依網路 你只要看 這就是 我會想要 判斷 你 你真的會購亂 你 想要 我會想要 你 這東西我們就來看 大家跟我一起做 我們來看 Data mining給你的範例 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很簡單的是 這幾個人買不買bicycle 這裡 買不買bicycle 這很重要的 會買bicycle是哪些 不會買bicycle是哪些 所以大家請看 這個是我的target的變數 那我第一個 我用資料採礦 資料採礦記得 他的 我們待會做進階 那這個東西我們看分類 資料採礦的分類 下一步 那我用的是資料表 table2 table2這些資料 下一步 好這裡來了 你要預測他的是什麼 剛剛講 portray the bike 買不買bicycle 那你的x的資料 id不是你的資料 再來 portray bicycle 我也把它弄掉 其他的變數 我來看哪一個重要 哪一個不重要 記得這裡點參數 跟老師一起點參數 參數這裡我們選的是決策數 而不是選 倍視 邏輯 跟 類神經網路 邏輯跟類神經網路 我們學過 你也可以用 這裡是選決策數 記得 我們這一次選決策數 我們這一次選決策數 而不是選 你也可以選邏輯 但是我們這裡練習的是決策數 決策數這裡 complex penalty 它是介於0跟1之間 最重要第一個 false regressor 它等於是 我們用的回歸的 所謂的 逐步回歸法 false regressor 這裡有告訴你 強制演算方法 來選重要的變數 不重要的變數 它把它刪掉 它把它刪掉 這裡 這個參數是用在回歸數 記得 這個參數是用在回歸數 input是x有多少 output是y有多少 minimum support 這個我會跟大家說 最重要scope method 記得囉 這個scope method 它要算 所謂的分數的方法 它有算entropy 有用bation去算 有用其他的bation 跟equipment的uniform prior去算 這個都是算scope的方法 那最重要是 分類的分 就區格分割的方法 split method split method有一個 第一個是二元分差 兩個 只有兩元分差 第二個 完全分差 有很多個 或者根據演算法來判斷 用不同的演算法來判斷 那我們通常會選第三個 不同的演算法 它也可以二元 也可以完整 都可以 我們通常是選第三個 那假設你選二元也可以 二元分差就是 它的分差只有兩個 yes或no 記得齁 那這個是多元完整的分差 記得是這個 那我們default是完整的 就是依據演算法來看 那我按確定 好 記得看這幾個變數喔 這幾個變數在這裡 我把其他的ID跟所謂的我的Y 勾掉 按下一步 下一步 你這裡要測試集 我們用30% 好 這個用detect的測試集 testing data 下一步 那一樣 這是結構 我按完成 好 那我這裡來解釋它的結果 好 大家看喔 這個 這似乎只有年齡 對它有效 只有年齡對它有效 好 跟我們原先講的不太一樣 似乎這個 只有年齡對它有效 好 年齡對買不買這個有效 跟lojastic又不太一樣 好 那這裡 我們看這裡有幾個 這有五成 這應該弄多一點 好 我們待會再來 大家可以看你不同層 這裡就沒有了 那你這裡可以把它再拉過來 好 這裡可以看到 大家看 買跟不買整體來講 不買的52 買的是47 那我來看 年齡小於32 或大於等於39 不買的比例比較高 年齡大於32 或小於39 在32跟39之間 你可以看到它買的機率比較高 它這買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這就是決策數 這是決策數 好 那我這裡再跟大家講 講另外一個 好 這決策數我們再跑一遍 會不一樣 好 怎麼不一樣法 我們再跑一次預估 估計 大家跟我再跑一次估計 完全一樣 table 2 下一個 然後我這裡跑 買不買bicycle 決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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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出現了 買跟不買的那個判斷有問題 所以 我跟大家講 在這裡 你要做估計 分類的話 不是做估計 做分類 做分類 table 2 是做分類 下一步 這裡 分類 買不買bicycle 這是ID 這裡 勾掉 這裡分類的話 你是用決策數 沒有問題 按下一步 這裡 我不要弄那麼多 用0 我整個都把它進去 結果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data training的data不一樣 它這裡就會開始不一樣 大家看這裡 我把它弄小一點 大家看這個 這個可以看到 整個一樣是51 48 年齡32 39 大於39 然後再來 小於32 小於32不買的機率比較高 大於39 我要看它的car 它的car 它的car不等於1 它的car等於 只有一台 只有一台車的人 他怎麼樣 買的機率比較高 不只一台車的人 他買的機率比較低 懂這意思 這就決策數在這裡 這幾個 怎麼砍數 等一下 怎麼砍數 我直接按這裡 就砍掉了 這個我再砍掉 整個都砍掉了 在這裡就出來了 再按這裡就出來了 所以你也可以用不同的層級 來看數 買不買bicycle 網賺 你就可以知道 年齡跟car是重要的 哪一個更重要 你按下來 你會發現年齡 是第一個重要的 再來是car 有沒有car 所以這個先後順序很重要 它是先看看年齡 然後再來看看有沒有car 所以記得 我剛剛保留了30% 它只有年齡 當我把30都丟進去 資料train的越多 它越有經驗 好 那我們再來 看一個是什麼 剛剛講的 我用進階好了 資料採礦結構 我們用table2 結構 結構這裡都沒問題 你一一的看這些結構 下一步沒問題 我這裡要不要30% 我不要 不要30% 下一步 結構27 大家看這跑出來 中間又會有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進階 加入資料採光結構 下一步 我只是用的 資料結構27 下一步 那你要踩的是決測數 決測數 決測數 這是分類模型 記得決測數的這個東西 你的key是id 你的y是什麼 你的y是買不買bicycle 預測 下一步 完成 完成以後 這個 其實我們進入seql 到時候 有一些結果 可能又不太一樣 這在excel上面的運算 大家看這個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是一樣的 所有的都進去 這是一樣的 這把它放小 縮小 這是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copy到什麼 剛才講的excel檔 excel檔就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copy到excel檔 這就是一個決測數 當然你可以砍數 你可以做不同的 那以這個來講 剛剛講的這個 它有沒有機率值 也有機率值都在這裡 機率值都在這裡 好 講到這裡 我們都知道 在這裡的決測數 數在這裡 那我們很重要的精確圖表 下一步 精確圖表 結構27嘛 沒問題 下一步 那我要看買不買bicycle yes 下一步 我們沒有測試模型 我就用資料表 table2 下一步 table2所有的資料在這裡 完成 好 這裡是115 比原先的 我們講的logistic 還要高一點 logistic大概是112 類神經好像也是112 你們仔細的去看 然後再來呢 分類矩陣 下一步 看看它分類矩陣的正確與否 我還買bicycle 買不買 下一步 那我用的資料表 是所有的table2 按下一步 這個都出來以後 按完成 好 63 那這裡是74 這裡是51 好像也比那個 logistic還高 logistic好像是61 還是58 你們check一下 整個進去 那以這個來講 這74 有購買跟沒有購買 的比例 這個還算高 那 這些的比例就可以看 接下來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去比較 邏輯式回歸 邏輯式回歸 還記得老師跟大家提到的 比如說分類矩陣 下一步 我們上禮拜 上上禮拜 都有去看這個 比如講說結構27 邏輯式回歸 這裡 這裡是決策 這是決策數 這也是決策數 我看 邏輯式回歸 這裡是邏輯式回歸 你按下一步 邏輯式回歸 你用資料表 好了 資料表是table2 下一步 完成 邏輯式回歸 邏輯式回歸比決策數好耶 這裡是65 邏輯式回歸比決策數好 65 這裡是 63 67 但這裡 比較小 比較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還可以用分類矩陣 再下一步 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討論的類神經網路 這邏輯式回歸這類神經網路 我按下一步 下一步 那我們是用採取所有的table2 下一步 好 類神經網路看看 類神經網路最好 70 所以我剛剛比較的三個模型 一個是類神經網路 一個是決策數 一個是邏輯式回歸 以類神經網路最好 類神經網路這個最好 70 好 那三個來講 類神經網路比邏輯式回歸比 那個決策數來得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我就用類神經網路 當時這一筆資料 還講Data Token 只是在這時候 你可以做這方面比較 好 那在這個方面 再來是查詢 我們用查詢 下一步 查詢完以後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是27 結構27 我們剛才弄的是買不買 結構27 書裝 下一步 那我用的資料表範圍 是Table 2 還是Table 2 下一步 一樣 然後加入 輸出 預測值 再來預測機率值 一樣 買跟不買 我要預測買的 Yes 下一步 輸入資料 好 那這裡就出來了 這也是預測值 那預測值 他會買的機率 這就出來了 在這裡 這是他會買的機率 這幾個 那你就可以比較 他之間的預測 好跟不好 當然決策數 在這一個買跟不買的過程當中 他比較差一點 比類神經網路差 所以我剛才比較了三個模型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根據前面 我用邏輯式回歸 我用類神經網路跟決策數來做比較 那決策數在這裡 很明顯的 我就可以找出他這個的規則 記得 我就可以找出他這個的規則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走這個 走這個 的情形 好 那 比如講說 我們剛才講是所有案例 但我只要看買的人 買的人就不一樣了 這是買的人 買的人在年齡 年齡小於32 大於39 在32跟39之間 那些的人又都不一樣 那這個是你可以看的 好 那年齡 不買的人也是一樣 哪些是不買的人 這些都是不買的人 好 不買的人靠 大於1以上 等於1 是買的人比較多 好 那這個背景上面你可以看 說這是所有資料 那當然這個長條圖 這無所謂 那這就是決測數 決測數的這方面 然後還有相依網路 看哪一個變數是重要的 這相依網路其實蠻好玩的 你變數越多 它可以幫你找到哪一個變數 所以大家看 我們剛剛不是 你問老師 老師我不是把這些變數都輸進去了嗎 都輸進去了 結果呢 它卻只給我什麼兩個變數 記得我們剛才講說 它會選擇Cut 就是False Regressive 它把不重要或相對不重要的變數就刪掉了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逐步回歸的觀念 逐步回歸的觀念 相依網路跟決測數 記得這決測數 會去解釋這決測數 沒問題 決測數的比例在這裡 這是長條圖 這是顯示所有的 那你就可以由這個決測數去找出一些規則來 這個你可以隱藏圖例 那或者顯示圖例 這都可以 那或者你在這裡 你按右鍵 專研資料行 這裡到底是哪裡 那我去專研這一些 到底是哪些 那這到底是哪些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 可以看得到 專研就是這幾個 記得就是這幾個 專研很重要 我選到這裡 那你到底 那個卡大於1的 那這些人到底是哪些 我按右鍵 那我專研 結構的資料行 那就是在這裡 這幾個 專研 這幾個 這幾個是 我剛剛在做決測數的 我找到的這幾個 那你在這裡 更多 在這裡也是一樣 按右鍵就可以去專研這些數字 或者你可以複製 複製這些表 你也可以複製整個圖表 都可以 複製到哪 我們剛才講複製到Excel 那馬上你在Excel上面就有這些數字 那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決測速圖 怎麼去變成棚災型 或者這個 你就要減數 這裡就要減數 你也可以在這裡減數 好 所以 大家先用這個 來看相依網路 來看決測數 然後這裡是 他的什麼 百分比 那這裡是H H大於39 那我們按這個是H小於32 按這個是H在大於32 小於39之間 然後他買的機會會比較高 所以年齡對他來講 是第一個是最重要的 那怎麼來的 我們剛剛來講 他是根據 這個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簡單來講 他用GINI係數 用Information Gap 來得到他的重要性 來得到這樣子的重要性 所以記得 這個數的結構 哪一個重要 是很重要 你決定哪一個重要是很重要的 還有 不要忘記 所以你資料量的多寡 結果可能會不一樣 隨你變數的貢獻性 這還是會有貢獻性 會產生不一樣的情形 那後面你都會遇到 你會說 老師我為什麼這次丟的 跟下次丟的時候 那彼此之間的決測數 會有一些差異 一定的 所以你的資料量 隨你變數的貢獻性 一樣還有貢獻性 好 所以決測數現在 為大家所用的是 因為決測數容易了解 為什麼容易了解 我們剛才講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我就可以把它變成 這樣子的分類規則 就很容易了解 就是我剛剛放在手機裡面的 那個決測數 聲音 決測 那就可以做這方面分類 那 智慧就可以從這個分類規則去累積 就可以從這個分類規則去累積 就可以從這個分類規則去累積 出身分裂 這方面就在做這個分類規則 在那邊 明師傅 那邊 在這條廟網上 這裡的解剖 所以我們是先提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